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裏面 可能覺得港人情這些東西是浪費的 但我們就覺得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 人和人之間不一定是利益 可以有那份情的存在 就算我將來出來社會 我也不想冒了幾個赤字之心 我們其實是來自五湖四海 在不同的學校 有中學生、大學生 讀不同的學校 為什麼會認識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做人中式的 在波韓的過程中 就是人情味的想法就變得很大 這個計劃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兩個主要的目標 第一個就是連結 第二個就是完成 六個其實是一些很寬敏的 沒有那麼容易 我們六個年 就是希望就告訴你 我們很希望連結更多人的時候 我們做到的 是比他們想像的更多人 六個人的力量 就是要連結不同身邊的階層 甚至是身邊的年輕人 這件事才可以完成不同的 價值觀是變得多了 譬如說要先供流 我們先去寫書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的時候 畫面的人情味 不如遮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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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東西很脆弱 我們身邊很多接觸到的東西 都是人情味 這麼多人都會覺得我會沒有 所以我希望重新說 其實這件事不是我 這件事是我們以為經常都會說 變了 變了 其實我們希望將這個 本質畫面的行動證明 其實人情味一直都沒有變 因為我始終就是畢業 可能都會聽很多人 去說一些社會上面的東西 或者是黑暗 或者是商業化的一些理念之類的東西 但是我始終覺得 有些東西是你想做的話 就有那一刻的憧憬 你就要捉緊那一刻的憧憬 然後你用心去做的話 人和人之間是沒有什麼實驗的 當然最好就做這班 都是有赤天之心的兄弟